余縣簡直藝術 余縣簡直藝術是一代又一代民間藝人們的集體智慧 作為一種載體,反映了余縣特有的民宿文化 是彰顯余縣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余縣的簡直說起來它有200多年歷史了 以前在清澈是道高年間 余縣人就一開始做這簡直來 首先第一畫樣子用的千北畫 大體畫出來它的造型 然後再逐步地再深入 最後用碳樹筆或者是毛筆把它勾得清清楚楚 黑白的對比 簡單的就是半天 不簡單就是畫清楚的話 只得一天或者一天多 這個就是畫完了 碳樹筆描得清清楚楚的 下一步的第一次叫 咱們余先生叫薄樣子 這個刀必須得鋒利 所以說接一會兒就得抹一抹 這個刀市場是沒有賣的 必須自己做 我教學生們 和他們講 我就說你必須把這個刀給我做好 做會 反正學習課的時候 很容易就掌握了這個 放在上面 胸藥的時候 你拿胸出來的那個 黑白對比 它清楚 對你這個眼視力特別好 你是現在能呼應那個 沒有這個清楚的 因為它通過一水它就濕了 你必須用溫火把它要幹一下 它就能接起來 你看著 把它接上去 你看著 把這個紙丁 像這樣扎進去 通過這水 裡面有水分 還得把這個水分再擠出去 把水調出去 然後呢 然後呢 在太陽地上讓它晾乾 這一套 或者臉服或者人物 花紐了 這麼事生效了 做這麼一套 十張十二張 大概得需要二十來填一套 魚線的剪紙 是以陰克上色點染為主 三分的刀工 七分的染工 要是有好顏色 好色工 四十多根肥 調顏色它是用酒精 少加一部分水 酒精是往下剩的 水是我可以用的 它結合起來 又盛又用 它這個效果染出來 就特別好看 現在就算是完成了 這是《龍鳳城祥》 這叫作品的名字 這叫《龍鳳城祥》 《龍鳳城祥》 和《龍鳳城祥》 和《龍鳳城祥》 希望更多的朋友們 能瞭解 我們魚線字的民間藝術 《龍鳳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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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鳳城祥》